對外貿易以後香港有沒有角色扮演 關鍵是中國的產品 在性價比方面 比其他地方的產品好 現實是疫情令其他地方停了兩年 這段時間中國已經突飛萬進 之後要跟進就辛苦很多 香港經濟最困難的時刻 已經在去年最後一季過去了 香港的經濟在美國制裁下 還有沒有出路呢 之前人們都很擔憂 擔憂香港以前一向作為 超級經紀人的角色 如果不能扮演 香港也不知靠甚麼好 但現在出現的情況 香港比想像中好 最初大家最擔心的就是 如果美國真的制裁香港 出動到制裁伊朗 制裁北韓那種手段 就是不讓伊朗和北韓 使用Sweet的外匯系統 你的貨幣就不能兌換了 當時也提到似曾經 7.8%的聯繫匯率都沒有 香港以後不可以港元 輕易兌換到外幣 如果這樣 香港真的不能再做自由港 不能再做金融中心 所以當時 在說這件事的時候 我也有表達過意見 我認為美國是不可能這樣做 為甚麼不可能這樣做呢 本來三大金融中心 紐約、倫敦、香港 接近每人一個時區 倫敦做完便到紐約 紐約做完便隔了一點 隔了太平洋便到香港 這種運作已經運作了很久 中間停了一段 找誰去代替呢 找東京 日本的經濟體系也不小 但日本不是用普通法 不是用英文 和國際折軌較難 找新加坡便好些 舊英國殖民地 亦都是用普通法 但新加坡 其實對自己國家利益 是很敏感的 他有自己的取態 反而沒有香港 在扮演 相對配合到西方金融中心的需要 我相信不是說變便變 這是習慣力量的 但另一個就是美元 我認為本身經過上次金融海嘯 QE之後 都未收回 由第二輪更大的 因疫症而出現的QE 而本身印了那麼多錢出來 美元的地位 是不可能不受影響的 即是美元本身的穩定性 都因為美國長期財政赤制 長期外貿赤制 是受到挑戰的 一些美國金融機構內的人 都自己知道 這件事不是人多少有多少 去到某一個位置 便會兩邊側邊 美元的價值 是因為它在全世界 普遍被接受 它有流通能力 有儲備功能 但現在世界的經濟 中國自然的角色 是很大的 中國的進出口貿易 或與貿易有關的外匯往來 一些專業服務的需要 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 如果美元是不可以換人民幣 不可以換港元 美元的價值 立即大降 如果其他國家 例如歐羅 繼續扮演這個角色 就會 美元的地位就會下降 美國是無法拒絕 在這個時候 令到美元的地位 受到這麼大的衝擊 原來一個最大的經濟體 裡面 美元沒有角色扮演 所以我認為 這件事 美國是不會輕易出手 一出手 就會整個金融市場出現很大的波動 它能不能夠穩得住 金融市場是一個要平衡不容易的市場 一旦失平衡 一旦失平衡 不容易可以重新獲取平衡 所以我認為美國不會移動 不會移動的情況下 香港的角色 現在看來不會有太大影響 因為中國的外循環在這段日子 沒有萎縮 中國的貨品的循環 資金的循環 將來疫情完善了人流的循環 我相信都可以繼續 如果說中國的對外貿易 美國打馬貿易戰之後 有關稅、禁制 有些事做不到就去歐洲 歐洲做不到就去東亞 實際上中國的貿易 出口、進口都是大幅增長 盈餘又增加 所以可以看到 香港要在這方面扮演角色 是沒有問題的 除了外匯之外 資金的流動 亦沒有減少 過去一年 中國首次超越美國 成為吸引海外資金最多的一個國家 美國雖然有些說 不讓美國人投資 不鼓勵美國機構跟中國建立太多的關係 要跟中國切割 但實際上 美國的資金 或者世界其他的資金 都是很熱衝流入中國 特斯拉的工廠 特斯拉的工廠 設在上海 我認為 iPhone 大部份的零部件 很危險 壯賣 都在中國進行 美國的主要投資者 例如 Bridgewater的負責人 都說不投資中國 是非常危險的 很重要是看中國的發展 所以 變成美國政府的判斷 和民間的判斷 是不一樣的 美國不讓一些公司去美國上市 或者恐嚇一些公司 會被除名 結果公司便來了香港 香港反而變成得益者 所以我自己覺得 對外貿易 以後香港有沒有角色扮演 關鍵是中國的產品 在性價比方面 是否比其他地方的產品 現在很多名牌 曾經一度聽自己國家的政治取態 不去大陸生產 搬去其他第三世界生產 但生產出來的質素 消費者不滿意 結果有些仍然回去 當然現在疫情期間 其他的生產國 很多都處於半停頓狀態 中國得益當然大 現在很關鍵要看疫情放緩後 其他國家恢復生產後 美國可不可能帶領其他民友 將生產再次搬回其他地方 現實是疫情令其他地方停了兩年 至少年紀至近兩年 這段時間 中國已經突飛萬進 你之後要跟進 就辛苦很多 所以我自己看 香港的角色依然存在 香港人未使大變 都已經可以適應到 所以我認為香港經濟最困難的時刻 已經在去年最後一季過去了